大家好,咱这期视频来学习一下路堂和硬这几个字应该怎么去写好看,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首先大家注意啊,这个路字应该是上紧下松的字形 你上面你看我们一点一点来写吧 首先你看点画,有青道中,字形比较长,你漆比较高一些 完了点的下方,你看我们来一个横画 这个横不要写太高 这是属于左上包的字,横向要短,然后撇画要长一些 好,伸展出去 这是广字头,完了之后你看里边的内容 里边这个横之间的间距是不能离那么远的 上部不能写那么松散,上部要紧凑你来看一下啊 好,首先横折,大家注意啊 横折,你不要比这个横还要窄,知道吧 我们不要写的太窄 然后应该和上面这个横基本对齐 或者比上面的横稍微宽那么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你看基本对正是可以的啊 然后你看竖画,再来一个竖画 然后再来一个横画 横到横到横,这个间距压得非常近 你看上部是紧凑的,完了之后你看横画在这 然后竖题,好压一下上去 再来一个撇画,然后竖弯钩往外延展出去 好,向上出钩 这是路子书写啊 上部紧凑,然后下部松散一些 然后这个撇比竖底要稍微的高一些,不要把撇写的太低啊 它不能在一条线上,撇要稍微高一些啊 上部紧凑,然后下部舒展一些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堂字怎么写好看呀 堂是左小又大的字,我做和 左边这个土字旁,我们不要写那么松散 你看,横中线往上,我们把这个土字旁写小一些 字形要紧凑啊,左小又大 你看,右边是对齐的 这个土字旁的横和体,右边是对齐的关系 我们要先紧凑一些啊 好,右边字形,你看这也是显得有点松散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点画,有清道中 你这个横比这个土字旁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在这儿起比就可以,横 好,这个横也要短一些 我们把这个横不要写那么宽,那么长 然后撇画往下放,伸展出去 这个是,哎,右部啊 撇画往下走,土字旁整体是靠上写的 好,完了之后里边内容 你看,里边我们不要写的这个横之间间距 你看这就有点松散 我们要写紧凑一看 大家来看一下横 好,这个横也是 与上面这个横基本对积 或者是稍微比它宽一点点也可以 你看,压一下往里收 好,再来一个横画 延展出去 然后再一个横画 大家看一下 是比较紧凑的啊 横间隔,横到横到横间隔是相等的 完了之后,竖画直行往下 哎,这个竖直行往下 这个口是绝对不能写这么大的 我们要把口部给它收紧 你看,竖画 哎,横 压一下转折 好,再来一个横画 给它堵上去 哎,这个口给它写小一些啊 这是糖字 完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阴字书写 阴这个字也是一个左窄右宽的字形 右边有撇纳呀 央这个字底端有撇纳 你看,左边日子旁是比较瘦的 我们不要太靠近中部 我们把日子,哎,竖画直行往下 小一点 然后横 转折 压一下 好,直行往下 一横 两横 这是一个比较瘦的字形啊 好,完了之后 你看你给右边留出左部的空间来 然后竖画 再来一个横 折 转折往里收 好,再来一个横画 注意啊 这一块我们是左右往里内收的 包括这个横你都不要写太宽 为什么?因为底端有脾纳呀 你看这个脾纳比这个日子旁 我们要稍微的高一点点 好,竖向下来往左边弯过去 然后纳画延展出那脚 可以没有? 哎,底端脾纳要延展开 要打开 左边瘦,右边宽 右边脾纳要展开 上部要收紧 上紧,下松 哎,这是陆唐和硬子的写法 你学会了吗?